你們大概只要會列個算次 然後就結束了 OK 不過也好啦 就是說實際上呢 我為什麼舉例這些例子給大家 因為這個對理論 你們自己是有用的 這個東西不僅是生物有用 也許你們以後在做社會科學的統計方面 也都很有用 好 那那個 可以嗎 等一下 你這個kiss grade得到的是這個 這個遠大於7.18什麼東西 7.8是什麼 不能這樣寫 你要指出p值是誰 我們要看的是看p值 這個p值很重要 你的p值是多少 對你如果沒有 好 那為什麼你要設alpha呢 什麼意思 這就是6.5 好 OK 好 簡單來講 我們如果說 按五分來跟各位講的 一定有一個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公司 那你要記得進了這個公司之後呢 那要怎麼去算出來 所以我就以這邊來講 其實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 你observe的是多少 那當然 這個觀察到的是多少 那可是你預期的是多少 這個東西可以算出來 因為total有158嘛 那你這個expand是有多少 就可以算出各自的 所以像這一組的同學 他就已經這邊已經有寫出來說 預期的是多少 以及觀察的是多少 這個是 這個就先可以寫出來 然後就直接套公司 公司在哪呢 在這邊嘛 好 那自由度是4 其實大家 我們先把這個值寫出來 所以你這個值 kinesquade的值出來的是 大概是20 22.9對不對 好 這邊跟那邊一樣 也是一樣 是寫22.9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查表 所以 其實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你大家都要多 都要去 設阿拉法美女店 為什麼要設這個阿拉法 就是 阿拉法說要 好 好 我看一下 因為我這個查表 這邊有特別寫 如果自由度3 自由度3 22.9 自由度3 22.9在哪裡 就是超過了嘛 是超過這個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在這右邊嘛 是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我不曉得 你們的阿拉法0.5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同樣的同學也是一樣 都會 都會 假設0.0 我知道 你們可能是假設這個0.5 是 是誰要你們要假設 假設0.5 假設0.5 好 真童就說要是 好啦 他們這麼精準 我們都是 你都要討價公開 像我就覺得說 直接去查表就好啦 你們 你們可能就是 假設一個 好 我現在再講一下 你看齁 其實在這裡 所謂一般假設 路歐巴斯 或是虛假設 其實這個假設就是說 我假設這個是符合Model定律的 然後最後去算算上看 最後你得到這個結果呢 到底符合還是不符合 就這樣子 所謂的 accept或是reject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發現說通常呢 顯示值越高的 表示reject 你看我本身是 hypathy是符合Model定律 所以當我的P值越大 表示我這個實際實驗值 是離得很遠很遠很遠對不對 所以P值才會大顯著差異嘛 所以它符合Model定律 不符合它當然就是reject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條線就是reject ok 好 那我想呢 你們同學可能是設這個0.05 0.05Level 就是在這個意思 但是就我來講 我覺得說你直接就去看這個 這個值 22.9 22.9 我知道了 所以說你認為說22.9 大於7.815 就是大於這個字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還要 如果說它沒有給你這個字 一定會給你的 你只要知道大於就好 你就知道落在這一區塊 落在這一區塊 其實就是距離很遠 所以就不符合Model定律 就這樣 好 所以 如果說你們要按照生酬 OK啦 好啦 你們這個公式化 就去做 但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種ID就是這樣 就是符合 或是不符合Model定律 然後為什麼要設P P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那個顯著差異的一個標準值 那你說我不行 我就是 這個人做事呢 就特別的嚴謹 我一定要P值小於0.05 都可以 那 統計學家說0.05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 這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以前 以前我常常做實驗的時候 做了之後 後來我就覺得說 到底顯著性 就是說 我就覺得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差異 後來我老闆就說 我就說 那你覺得統計上有沒有差異嗎 我就說 統計上是有 但是我看起來沒有 他說統計學上說有 就是有嘛 就是這樣 所以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有時候看到這個 你會覺得說好像沒有 但是統計上告訴你有 就是有 但是我們經過這個 科學 這個統計學家去算過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大家都了解嘛 你一定要先算出來 先出來這個 x2這個值 然後這個要去對表 要去對照那個表 或者是說 你如果說他已經有給你這個 這個P值是多少 那你去比他大小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不會給你這個表 他有時候給你這個值 對不對 這樣子看是有可能 他只給你這個 P小於0.05這個值 然後你就去查 如果大於了 那當然就是reject 就是這個 以期望值不符 所以你這邊寫說 以孟德定律不符 不符 所以不符的話 就是不符合 9比3比3比1的比例 大概是這樣 好 大概就是這樣 我想開始會應該是 大家學生同學還不錯嘛 OK 好 現在是張學老師教的 還是蘇比老師教的 OK 蘇比老師很認真 他可能教的很仔細 好 我們怎麼辦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 那如果說這個 孟德定律呢 用在人類的遺傳學 人類遺傳學不可能給你這樣子 高懷經去配嘛 給你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一般呢 要這個 這個要 這邊就是寫說 human genetic在分析上 有點困難喔 第一個 通常呢 你的這個 你覺得要做 有家族屠府啊 是要什麼樣的人家 才有可能建立這樣的家族屠府 或是疾病 疾病的屠府 請問在中國有這樣的人建立嗎 你覺得中國有這樣的建立嗎 也沒有喔 好 你說 有人講皇室 其實不一定要皇室 貴族也可以 有錢人就可以做 OK 但是沒有錯 只要有錢人 而且第二個還很重要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錢 你一定要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會想要去追逐那種家族的血統 那些才有可能 那第二個 還有一個 第二很重要 這個第二種就是 東方人最缺的 就是醫學的概念 或是 或是所謂的 這個 就是 一代一代 這個醫學 家庭醫生的這種 醫生的 醫生的這個 有沒有保持你很好的資料 這個概念 那像以前這個中醫 其實看一看 治病治療就好 他也不會說 還要再去給你做一些 做一些這個 家族的紀錄之類 可是其實這國外 一直以來都有這些 家族的紀錄之類 所以才會 才會說 你有時候 你可以追蹤好幾代之前 有怎樣的疾病 有怎樣的疾病 所以這是兩個很重要的要件 一個就是 一個要錢 第二個要錢 你有錢 對不對 你才能去做這個 第二個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醫療的照顧 中國長期有時候 戰亂有時候怎樣 那就沒有了 對不對 都已經戰亂 你還去管這個 他到底是不是 病什麼病死的 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在genetic上面 不好人類genetic不然做 所以我一般來講 就會用到所謂的 如果說你有用到家族圖 那通常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一代二代三代之類的 OK 好那我們就開始要 要去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都學過了 好 我來問一下 誒 這個 方塊是什麼 什麼 方塊跟圓是代表什麼 好後面 鋼尾結 哪個跟圓 哪個是哪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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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的 這個是女的 這個要 可能要記得 之前有一次考試 結果有學生問我說 老師男的是男的 男的是女的 後來我想一想說 對我沒有跟他們講 可是我不曉得說 這個是不是要變成common sense 就是這樣 就這樣 好那另外一個 這個斜線代表什麼意思 斜線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上面都有答案 來 不是有疾病的 不是有疾病的 這個 這個有畫顏色的這個 才叫做有疾病的 所以說畫一條斜線代表什麼意思 死掉了 OK好就是省掉了 好那再來就是 出畫這中間一槓是代表什麼意思 交配 交配 好 如果用在足圖應該叫什麼 叫什麼 繁衍繁衍後代 就是parent 或者是清代 或是這個 婚配 婚配 好 交配我們都用在動物 人類我們都用在婚配 雖然說這個婚配現在好像也不是那麼實際 因為不一定要結婚才能配 好 OK 那還有再來 再來 再來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一個三角形 然後一個三角形 然後一個三角形 這樣一個這樣 好 好 這個好 同卵雙胞胎 OK 好 其實你們都知道 那邊有一個選字 就是identical tree 那如果說一卵怎麼樣 一卵的他這邊 就不會畫這一槓 他是畫斜線 你看一般的話 不會畫斜線 一般的話就是 會畫像一個一個 可是如果是說過來 他就會畫成這樣 表示他的genetic 是一模一樣的 就知道 大家知道 那P就表示說 是委託人 也就是說 是這一個人開始 調查起來的 你表現意思嗎 總是有一個人是 是那個當代 要開始的調查 這個大家也是講起來 那有時候呢 有些人會特別在上面畫一點 或是沒有畫點 只要有畫點就是 代言整理的概念 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有被疑問 Affect 就是有疾病的 就是Affect的一個 這個individual individual individual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 個體 OK 好 大家都講就算好 我只是想說 你們英文還不錯嘛 好 那有時候呢 你會出現 如果說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零形的話 表示他是sexual unknown 就是沒有sexual 也沒有 不是沒有sexual 這個sexual unknown 應該是不知道 沒有紀錄啦 而不是說 他可能是男生 也可能是女生 不要這樣再講 應該就是沒有紀錄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你們帶去看一下 其實比較重要的地方 是可以看到這個 打雙槓的是什麼意思 打雙槓的 第四個還沒有 對 我在想要給你還是 給你好 你都沒講過話 來 近親 那個結婚 OK 近親的一個結婚 連親 連婚 連婚 就這個字 concern genius 就是其實就是 custom custom就是表弟 concern genius 其實就是 近親 不一定說 近親 當然就是堂兄弟姐妹 或表兄弟姐妹 這樣 這個是要大家 去了解的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學習 怎麼去判 怎麼用這個來判定 到底他是 顯性的 還是隱性的 我們都知道 那個遺傳機有顯性跟隱性 怎麼去判斷顯性或隱性 那這個例子已經 而且是 包括是提染色體的遺傳 還是性染色體的遺傳 OK 好 所以這邊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例子呢 是提染色體隱性的 請問 你如果看到這個圖 你怎麼會判定 各位不是在那邊去學 去畫說 這個應該是顯性 先假設他是顯性 然後去試 不是顯性 所以是隱性 這樣讀說會太慢 所以要跟各位講說 有幾個關鍵 有幾個可以判定的 有幾個可以判定的 中藥得病的父母的生出 會有得到疾病的小孩嗎 都沒有 都沒有疾病的父母 會生出有疾病的小孩 也就是 其實應該這樣講 應該講說 父母不見得 是 一肝父母是有可能帶緣 對不對 OK 但是這個判斷 這個講起來有點老口 不過是對的 就是說 也許有一代 父母是沒有疾病 可是你小孩有疾病 這是這樣的概念 你看像這個父母有疾病 父母有疾病 小孩沒有啊 所以這樣子講 有點不是很好判斷 如果按照這個圖 你覺得應該怎麼判斷一下 第一格會怎麼樣 第一格會怎麼樣 skip generation 什麼意思 隔代 蛤 只是隔代才會出現 有帶 就是有得到病的 OK 這個是一個 general的路 就是說其實 你看只要看到這個隔代 有 這其實有可能就是隱性的 那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這就是下一點啊 來 下一點是什麼 新年遺傳 怎麼會跟新年遺傳 怎麼會跟新年遺傳 我就是要跟你講說 你要怎麼這個圖來判定 它是體染色體的隱性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呢 除了 除了說是隔代會有遺傳之外 就是隱性的嘛 隱性比較會有這種問題嘛 顯性一定幾乎每一代都有嘛 然後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性特別的性偵 男性女性都有發病 OK 男性跟女性都有機會發病 所以說其實 這是兩個general的一個判定的法則 如果說全部都集中在男性 或是集中在女性 那它可能跟性的遺傳有關 沒錯 但是我問題不是這個 你要聽清楚 我的問題是什麼 了解嗎 好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general rule 說你怎麼去從這個 用patterby這個東西呢 去看出來 判定它可能是顯性 顯性或隱性的遺傳性疾病 像這個我們就要去判定 一個是隱性的疾病 好 就是兩個基本的法則 要大概要知道 第二個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一題 應該就比較簡單 那你印象中哪些是隱性的遺傳性疾病 隱性的遺傳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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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後面那個 還有沒有 紅綠色嗎 邪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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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講過了 被講過了 被講過就趕快再想第三個 來還有沒有 白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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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還有沒有 最後機會了 我走到前面就沒有了 重症記錄力 蛤 重症記錄力是什麼樣的病啊 我 比較沒有這樣特別的一個名詞 或者是他可能是 一般遺傳性不太會講這個 這個病 來 地中海型瓶血 地中海型瓶血應該也算是吧 好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應該是 好後面 誰後面 我嗎 那個 餅銅酸肌膜缺乏症 這麼老口 餅銅酸肌膜是什麼 英文 Pyruvate Pyness 然後呢 那個 Deficiency OK 所以他的這個權力叫做 他的英文簡寫叫什麼 這個疾病很重要 這個疾病叫什麼 叫 簡寫啦 他的英文就是 就是這樣這樣叫 PKU Phenoketoeuria 就是本餅銅酸症 OK 好 那我想 這個這張圖裡面其實 總編這邊 全部都是一些隱性的一些疾病 剛剛你講的白化症 或是色麻 或是這個 我剛才覺得他講的重肌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地方 是有一點饒口 但是 我會覺得如果說你 這個呢 一般人家不會這樣講 如果你要講 你要講這個 求欽 這個 就是求欽式的肌肉萎縮症 有人講是肌肉萎縮症 可能是差不多 因為要看是誰講 但是一般的話 我們遺傳性疾病 因為肌肉萎縮太多種 有些不見得是單基因引起的 但是DMD就是隱性的 而且是那個是發生 耗發的男性 好 那剛才講的血友病 或是講的PKU 有人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這三個疾病 其實還蠻重要的嗎 CIS反過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好 後面的啊 先給他 什麼 囊 囊種纖維化 其實它是哪裡 囊種是指囊 是哪裡 是什麼器官 囊種是指 肺部 肺部 肺部的囊種纖維化 其實就是支細管 或是肺 整個肺 會 好 再來一個就是TISA disease TISA disease也是一個 代謝的 酵素的出現問題 那為什麼這三個疾病很重要 各位你覺得遺傳性疾病 對中國人來講 遺傳性疾病什麼東西 什麼疾病最重要 中國人有沒有什麼比較專屬於中國人的遺傳性疾病 好像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做過統計 但是鐮刀型明顯是哪 是誰比較容易得到遺傳性疾病 蛤 是誰 有沒有哪一種族群 不會太難吧 不會太難吧 來 蛤 非洲人 非洲人 非洲人就是黑人 好 那 我為什麼要講CIS-BIPOC 因為CIS-BIPOC 是白人很長得的遺傳性疾病 一個是白人 高加索人 一個是 Africa America 那另外一個呢 泰山你是想當 也跟住在美國有關係的種族 有關係 那你覺得是什麼樣的種族 他們要去研究這個疾病 蛤 猶太人 猶太人沒錯 猶太人的遺傳性疾病很容易得到這個 所以嘛 自己的病自己就 我美國 我當然研究這幾個遺傳性疾病非常透徹 我研究你們亞洲的病幹嘛 OK 所以這個地方生物課本都有寫 生物課本有寫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它是怎麼樣 好 那這個是白子 我們剛才講說 大A小白 大A小白 所以它得到三分之一顯性 然後隱性就是Albino 就是這個 這個白化症 就是Albino OK 不錯啊 滿有意思的拉丁文 好 好 那再來就是囊腫纖維化 就是肺部會產生這個 這個就是 纖維化 纖維化你就 就不能呼吸了嘛 然後最主要就是會發炎 然後會感染 之類的 那就是胎痰 這 我都沒有跟你們講分子機制喔 這個分子機制就是說 如果你們學過分子生物學 你就要知道 為什麼會引起白化症 為什麼會引起 Sysphibosis 你不要跟我講說 就遺傳嘛 就是天生的 沒有什麼叫天生 天生就是基因造成嗎 請問這是什麼基因 為什麼這個基因壞掉 會造成這個疾病 這個分子遺傳學 或者是分子生物學 或是生化學 有時候應該會跟你們提起喔 因為這樣才有意思啊 要不然你就說 就得了這個病 那你不曉得為什麼 早期你可以這樣講 現在已經進入分子的時代 就要去瞭解喔 OK 好 鞋有病 大家有就知道 OK 鞋有病 那我會講 鞋有病是 為什麼會發生鞋有病 應該回答得出來吧 鐮刀型瓶血 我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鐮刀型瓶血 就是因為 你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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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emoglobin 就是Hb 就是 Hemoglobin造成 這個 它有一個氨基酸的缺陷 那這造成它 那個 共型就改變 還會被形成一個鐮刀型 對不對 那鐮刀型的話 它就很容易阻塞 這個 這個 血管 然後就造成血管破裂 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吸氧不足 好 那 血有病呢 血有病的原因是什麼 來 缺乏凝血因子 就是 請問磷血因子有很多種嗎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八九 好 不錯喔 還是可以講 那個血有 我現在就要跟各位講 其實血有病的生成 你們如果有學過生化 你們會知道說 那個血 Cascade Cascade就是一層一層 它一定要好幾個磷血因子 造成它的所謂的 血塊對不對 可是這好幾個 你血有病 血有病 它有分AB AB型 甚至還有分其他更細部型 你如果是A型 可能是第七 第八 我也記不起來 但是呢 你如果是A型的 你給它B型的 那個磷血因子的藥 有沒有用 沒有用啊 因為它又不是那個 那個磷血因子壞掉 所以說像我一般來講 說90%是這個 磷血因子第七號 當然還有其他的是 第八號 或是其他的 那這個東西也是 分子的層次 要不然的話 以前有人說 明明你是血有病 為什麼我給你注射 這個磷血因子 你還是沒用 因為不同的 Type的磷血 血有病 了解嗎 OK 那這個為什麼 它好發在男生 因為像我想大家 應該也都知道說 這個 例子 那這個我就 我就挑過去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家族徒夫 為什麼特別講到說 這個是 維多利亞女王 你看他有一代 兩代 三代 好幾代 所以說你可以知道說 你看可以建立 這麼好的徒夫 就只有皇室 那大家也都知道說 他自己本身是代言者 維多利亞女王是代言者 所以說他就 有好多子孫都有代言 甚至如果是男生 你看 只要是男生都中 有沒有 幾乎都中 OK 好 好 那這樣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幾乎都活不下來 這沒有後代 很難得有像這個 能夠有後代 這個保護得非常好 你如果有看過這個 有一些照片 你就知道說 在他們那個家裡面 他們所有的牆壁 全部都是鋪上海綿墊的 然後地上也都是鋪上海綿墊 為什麼 怕跌倒受傷 知道 就是 要這樣才能夠存活下來 要不然這個早期也是死路一條 好 那當然很幸運的是 英國皇室自己本身是沒有影響到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沒有 沒有遺傳到這個代言 可是像他就影響到了誰 影響到了西班牙的皇家艦隊 或是影響到俄羅斯 或是影響到德國 普魯斯 就是這些 所以你看歐洲以前都會 結婚來結婚過去的 就是這樣 OK 那如果說這些都是 有一些最近 這一陣子都一直有一些 跟英國相關的電影 不曉得都有沒有看過 像伊莉莎白女皇 最近也在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 喬治 五 六 四 喬治 這幾代 不是 喬治六四 應該是吧 王者之聲就是在演他的故事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這個都是有拿諾菲 不是諾菲爾獎 拿過奧斯卡 最主要 各位通常拿奧斯卡一定都 你們都認為是很沉悶的片對不對 你們一定要主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英雄片 是不是 那種英雄爽片 這種都不看 我後來發現 其實看這些片還蠻有意思的 就發現說 這個王者之聲 其實他蠻有意思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遺傳性疾病 他講話講得出來 所以他沒辦法講出他的 他沒辦法對 就是說 對全國做演講 可是那時候發生了 一次世界大戰 一次世界大戰 那國王你必須要鼓舞燃心 所以你出來必須要講話 所以他那時候 就有一些矯正師 幫助他是這樣 類似這樣 這個 英國女王應該 前一陣子的電影 也還不錯看 更前一陣子 還有他跟他的仆人 有沒有 他跟他印度仆人 那時候就是殖民時代 所以有很多 這個印度阿山之類的 OK 好啦 這個是大概的Story 好 再來講到顯性的 顯性的怎麼判斷 對嗎 看到這個圖 還有這些 你會覺得如果看到這些圖 你怎麼判斷 它可能是顯性的 提攬設定的疾病 顯性的提攬設定 好給你先 大聲一點 每個generation 都可能會有發病的 OK 好不錯 第二個呢 每個性別發生的機率一樣 每個性別都會有發生 機率很不一定一樣 但是就是還 男生女生可能都會有發生 好 那機率一樣齁 除非要生很多才會平衡 OK 還有沒有 應該還有一個吧 還沒有 差不多 好你好 還有什麼補充 就是只要 就是 有一個 就是 沒有得到之後 他的小孩都不會 都不會得到 只要他 OK 所以你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父母親沒有 那當然底下就沒有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一個沒有 就全部都沒有 是什麼意思 其實因為 因為他是顯性的會得病 然後只要他是隱性 然後他老 其實他都 他老婆也是 假設是 他老婆是隱性的話 他小孩全部都是隱性 所以他都不會得到 OK 這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因為是隱性 所以我意思 對啦 其實他講的也是 只要父母親有一個 這個也不能說一定有得 也就是說 只要父母親 這個東西好像判定有點難齁 因為沒有得 你的小孩就沒有得 隱性 顯性也是這樣 隱性也是這樣啊 隱性 你有可能也是 父母沒有得 小孩也不會得 所以他真的就沒辦法判斷 是顯性的 或是隱性的 OK 所以這個東西 理論上是沒有錯 但是 不能夠作為判定的標準 好 所以大概就主要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時候只是general 實際上你還是要去看一下細部 就是每一代都有 那男女生都可能會發生喔 這樣子 那 來 顯性的 顯性的遺痠性疾病有哪些 誰說得出來 看 看Wiki就說得出來 是不是 好 哈林頓舞蹈症 有沒有聽過 有喔 他是一個很致死的 你也沒講過話的 夜盲症 夜盲症 夜盲症是是不是 多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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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個 那你怎麼知道有多指證 多指證 是這個啦 多指證 是這個 你看到這個 這個DACD 就是Digital的概念 Digital是什麼 OK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你剛才講過對不對 好 跟你講 紫植症 紫植症 紫植症是 這個 紫植 Prophoria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 紫植症 其實紫植症什麼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 患疹啊 身上會有一塊一塊的紫色的斑 好 跟你講 哪一個 那是哪一個 上面哪一個 軟骨發育不全症 就是第一個啦 Control Control是軟骨的概念 Control Plexia 好 那最後一個 蛤 神經纖維有動力 神經纖維有 倒數第三個 一二三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些動物好像有 並不是那麼常見 但是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顯性的遺傳性疾病多 還是隱性的遺傳性疾病多 蛤 顯性的遺傳性疾病多 還是隱性的 你耳熟能像幾乎都是隱性的 你會覺得說顯性應該很可怕吧 一有就死了 不會啊 這些一有全部都活得好好的 蛤 OK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現在identify出來的 是顯性的其實是比較多的 顯性的遺傳性疾病比較多 但是 因為呢 顯性疾病如果會死 早就死了 剩下就不會死了 OK 那隱性的 就是說 只要一發病幾乎 就是很嚴重 就是會死了 瞭解嗎 除非你是代言人 代言不會死 但是只要是有疾病就 所以說相對它不容易傳下去 所以也不容易 不多 如果說有的話 早就已經滅足了 這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 這個發病 可能是輕微的 它可能還不會死 或是說 這個無常大 這種隱性 發病就是死目一條 各位應該大概 很多都會這樣 好 那所謂的隱性 顯性的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說是 Hitry Rhymes 大低小低 配上小低小低 它就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這個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講的 軟骨發育不全症 可以看一下 這是Family 這在美國很有名 美國其實 有一群人 叫做 Little People 他們就是被稱為 Little People 就是指這個 軟骨發育不全症 他們有生育能力 正常繁殖力 只是他們的 骨頭 發育比較不好 所以說 就是 你看到這個 你不要以為說 自常小孩 就以為說 他是顯性還是隱性 這個是隱性 這個是隱性 不是 這個是顯性的基因 所以他們父母親 一定都是代言 大A小A 或是大A小A 然後得到四分之三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可是光是看這個 實際上是看不出來 那有很多好萊塢的巨星 各位應該知道 有一些現在的小矮人 或是什麼 或是 或是 有一些小矮人 幾乎都是找他們來演的 你們知道 諸魯玩說 諸魯基督都找他們來演 所以你們注意看 但是 因為不帥 所以不可能成為明星 所以你們都不記得 誰會想要小矮人 當做那個 做這個 做 做什麼 Hunter Hunt Hunt Signition Impossible 對不對 不可能找小矮人來做 所以說他們其實是 在這個美國 其實有一群人是這樣子的人 好 那再來 Honeyland Disease 就是 有一個 就是腦部退化的 他是一個致死 他是50歲以後會致死 OK 好 最後一個 就是一個題目 給大家每一組練習 想到了就出來寫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 好 這個題目其實 當然也是 要從 只要這個是小A小A嘛 那你就可以 當然就往上推 因為這 這裡也是 也是 所以就可以知道說 這裡應該是Hetroid 因為他沒有發病嘛 所以說如果要生出一個人 有發病的 他一定必須要是 異形兒子 他也要是異形兒子才有機會 所以這個是不是 一定是carrier 一定是 一定是 好 第二個 第二階的這個 二二 這裡 他一定是一個carrier 對不對 其實不對啊 因為他有可能是大A大A 因為如果按照這樣 他有可能是大A大A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就是不是 好 那第三個呢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認為說 我有提醒大家 你要看上面的information給你 他就問你說 請問 V2之2 他carrier的機會是多少 carrier的機會 因為你在這邊 已經看出來說 他沒有發病 所以沒有發病 他已經不是 不是這個小A小A了 大家只剩下 大A 跟大A小A 然後他這個機會 當然就是三分之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可能是這樣 如果說今天 我完全都沒有 給你這資訊的話 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顯現出來了 所以 當然 你如果說他只要生 這個節目 就跟這個題目一樣 如果我要再生另外一個小孩 這個機會是多少 那他這個機會 就是按照那個夢的定律 可是這個已經畫出來 已經給你看了 說他就是沒得病 所以這個機會 所以這個機會 就已經要先扣除了 OK 好不好 這個就是說 已經已知的 請注意喔 這個是已知去看 這個是 還有下一個 下一個的機率 下一個機率 就是完全有病沒病 都不知道 所以他機會 就是按照夢的定律 這個是因為已經已知了 其實就是 插在這裡而已 OK 好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這一張就是這樣 那最後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地方也是因為 他是表兄弟姐妹結婚 所以可能有一些隱性的基因 就會變成這個 就會發病 那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一張呢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幾個 Incomplete 或是 Partial Dominancy 或是 Codominancy 或是這個 這幾個東西 那在這邊呢 先給大家一些一個問題 如果說大家覺得說 淨清教配不好 那這個呢 各位覺得說 這個是 這是什麼樣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家族獨奴 這個問 問學自然的呢 都打不出來 這是 這是誰 但是要問 問讀歷史的 讀社會學 他們就知道 這個是誰 蛤 有誰知道這是誰的 蛤 有誰知道這是誰的 土姆 蛤 蛤 蛤 中國以外的族群 中國以外的族群 對 龍族 龍族 然後 因為他們有這個 蛤 OK 那你覺得他們會有這個 醫療的制度 還會去追追突 我嗎 OK 好 這邊好 你怎麼知道 埃及的那個 妖狐嗎 你怎麼知道 我修過了 OK 其實你的 hint 就在這裡啦 這個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 埃及艷後 這是埃及艷後 他 那真的那個 朝代 這個什麼 這個托勒蜜王朝之類的 所以 各位你們知道 古代埃及 認為什麼叫做 純種 就是 皇室就是最純種 所以他們 歷零來都是 親中的姊妹 就純 像 埃及英雄自己本身就是 跟他的弟弟 結婚的 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 他們那時候的 一個 一個認為說 就是最傳統的 純就是這樣 那 還好 還好他們有一些 遺傳性疾病 也許有母子大而已 OK 那這只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個 這個埃及艷後叫做 克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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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他的 那個 那各位不要以為 埃及艷後他的 情夫是 對啦 他的情夫是 凱撒大帝沒錯 所以凱撒大帝 不是他老公 是他情夫 OK 情夫兼戰友 還要去聯合他去 去攻打誰 這個埃及艷後期 大家都不care 反正又不是 又不是那個 滿清十三王朝 或是說 這個又不是後宮 真飛鑽 大家都沒興趣的 真飛的話 你可能對每個人都很熟悉 對這些 對我就是 不了解 只是大家 跟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這個是埃及的 這個王朝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 就是要把這個 這幾個名詞 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再 如果說能介紹的話 就先介紹多少 OK 先休息一下 是 OK 感谢观看